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课叫实战区广告 去弹窗 还有去卓业锁定 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 其实这个相当于是绿化相关的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非常非常多 我这里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想深入研究的话 当然肯定还是需要自己去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或者这方面的教程 然后刚才直播的时候讲的比较快 然后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多 到这一次的这个录像呢 我就是会少讲一点 像一些课堂上的提问啊 我都不会讲到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下次还是来看直播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次是我们无碍破解的这个第一期的官方的教学培训 这里说直播时间大概两个小时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当时的课件讲解花了一个半小时附近 然后所有直播的内容都会在云盘放着的 包括我们课程上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都会在云盘有 差不多是这样啊 这是我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是我的简单介绍 一张绰照 然后一点简单的个人的介绍 这个大家凑合一乐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在这个这节课直播之前呢 我给大家放出来了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这几个工具你需要懂得怎么用 然后这些具体的常识你需要懂得怎么用 这四条汇编指令啊 不能说四条啊 这四种汇编指令 你要大概懂得怎么用啊 不能说详细了解 但至少是说基本上它有什么作用你知道 还有部分的API啊 这API呢 都是说我们今天课程要用到的 然后这个例子下载 下载完之后例子如果你发现你运行不了的话 你可以下载一下VS200的运行库啊 32尾的就下X86的这个 64尾就下X64的这个 因为是VS2010编译的啊 所以说需要VC++2010的可再发行组件包啊 然后直播的话是在斗鱼上直播的啊 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直接开始讲了啊 那这节课呢我给大家准备的其实是两个例子 看过直播的同学也知道啊 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熟悉这两个例子啊 呃不能说不是很熟悉啊 我熟悉没加壳之前的啊 加了壳之后的有点不是很熟悉 然后就是呃 拖延了大家一点时间 这次呢我就快速讲一下啊 那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这个实例一一个是实例二 两个东西具体怎么脱壳 在第一课里面都有讲到啊 拖完壳之后的话 需要大家修复一下这个呃资源啊 拖壳的话你可以选择手拖 一个UPX一个ASP 讲壳的时候我刚才讲成NSPAC了啊 不是啊是ASP啊 ASP啊 然后用cooldumper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还有论坛的在我们的i盘里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i盘里面的工具里面 我们的安排壳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呃工具 像这个也是一个呃 拖壳机 这个UPX的拖壳机 啊就类似于这样 包括论坛的呃 你想资源区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拖壳机 都可以用一下啊 这边是没拖壳的那个例子 这边是拖壳后 没拖壳的拖壳后 这边还有一个作业啊 然后这次呢我就不演示拖壳了 因为当时演示拖壳花了一段时间啊 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快速拖壳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看当时他们应该有会员录下来的视频啊 我就直接拿这两个例子来讲啊 我咱们copy到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例子一 打开例子一之后一个弹窗 然后一个网页 然后弹窗点按确定之后 主程序才会出来 出来之后呢 这里面会有两次其他弹窗 如果我们等20秒的话会有一次 再等20秒又有一次啊 是用的三种不同的弹窗方式啊 来三种不同的弹网页的方式来做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那个弹窗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那么这时候就用到了我在之前课上给大家看到的三个啊 这几个API啊 这几个API 具体什么意思 如果实在不懂的话 你一可以去看一下我 那个直播 第二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 呃 MSDN啊等等这种啊 编程方面的东西 关于编程的东西呢 在这方面我不会涉及太多 这次在这个录制里面 然后Message Box 这个是弹消息框的 记录一下就好 输入法不是很好用啊 凑合用一下 然后这三种可以拿来弹窗 最后面这三种是注册表操作啊 这三种是可以拿来弹窗的 弹网页应该叫啊 然后这条呢 就是说我里边用到的具体的方式 如果你把这条在里面搞掉的话 就可以比较完美的把它全搞掉啊 然后这一课的话 主要其实就讲这些东西啊 关于弹网页方面的话 主要是第一个啊 关于其他的注册表方面的话 主要是第二个 包括还有修改资源之类的啊 记住啊 通完课之后最好是修改一下资源 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忘了这一茬了啊 我一直以为SP对资源没有保护 结果发现他好像还保护了一下资源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不能说保护吧 只能说他改了一下资源表那个地方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实例一啊 打开之后弹一个网页 然后弹了一个窗口 然后一会还会有两个 打开之后弹的这个网页呢 是我们Y的官方的主页 然后我们过来看一下 首先讲简介移开一个通用的方法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工具里面我刚才介绍了ODC32SM 我们首先看C32SM啊 那这里的这两个例子都是脱颗后的 不脱颗的程序的话 你是搜不到字符传的啊 我们把实例一拖进来 这里选择16进制模式啊 这个16进制模式和返回边模式啊 都很啊 这是他的两个 不同的功能 返回边模式的话 以后可能会用到他 然后16进制模式 这课的主要的用的目的啊 我们点一下确定啊 用的方法啊 右键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 NSI字符 有人可以搜HTTP 或者我们知道这个网站 我们就搜52破解啊 好找到了啊 这里这个一看不像是网页啊 我们就搜索下一个 或者RF3可以搜索下一个 这里找到一条 Explore.exe这条啊 右键 特别 打出来啊 这条呢 就是说我们打开网页这个功能 调用了Explore.exe 很多的这个弹网弹啊 很多的这个程序都会用它啊 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种方法啊 把整条全部给它填成数据填成00啊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把第一个字节填成00都可以啊 这里我选择有整条 我喜欢比较干净一点 一点都不给它溜啊 好 填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保存出去 实例一档谱 一 杠一啊 好 我们关掉它 然后看一下一 哎 发现这个网页居然还在啊 是不是我没有弄干净 但是我们如果点课程介绍了 发现这个没了 原本的网页的话 原本的这个程序的话 我们点课程介绍 它是会谈网页的 看到没有 原本的我们点课程介绍是会谈网页的 就是说我们这次是实际上是把这个网页给去掉了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找一下其他的网页看还有没有 然后我们继续搜索啊 52 破解 好找到一处 F3搜索下一处 发现没有找到下一处了 根本没有了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所谓的啊 阿斯卡和unicode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A和W的问题 呃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你们可以去自己自行百度一下啊 这里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选择unicode的字符 然后玩儿破解 继续搜一下 然后发现了一个 这里有一个啊 这个不用管它 因为它没有什么网页相关的东西 这里就有http 冒号两个鞋盖 3w.52破解.cn 然后后边有个open啊 我们把这一批全部给它填成为0 好 然后把它保存出去 把这个1改成个2 最好花掉 打开这个 发现第一 最开始的网页没了 最开始的第一个谈网页没了啊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继续搜索的话 发现其实只能找到这一处啊 因为下两处的啊就是啊 下两处的那个网址 我是加密过的啊 我自己写的程序自己知道啊 我是加密过的 所以说你在这里搜字符上 你是绝对搜不到下两个的啊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一会儿我要交给你 你看既然这个网页它弹出来的啊 就是搜不到字符上 就是我要交给你们的这些api的关系啊 这些api 那么这三个啊 这两个 这三个啊 是最常见的谈网页用到的api shall execute aw win exe c win execute啊 还有create process aw 这三个是最常见最常见的 那我们就要开始利用我们的od了 首先打开od 这里我用的是无碍破解的od 然后我是做了一下小改动的啊 你们如果用的无碍破解官方下载od的话 记住啊 这里strongod option之后 把这个control加g这个啊 给它去掉 勾选掉啊 没有不要留它 然后记住一定要修复一下路径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功能就可以用 idefficator的这个功能就可以用了啊 好 首先载入程序了 我们先搜一下字符串看一下吧 这是最常见的破解的东西啊 然后我们这里发现了 那个来试试我的程序 记得这是哪出来的吗 等会儿 我先把所有的锻点全部禁止 全部取消啊 啊 来试试我的程序啊 无碍破解记得吧 它是从这出来的哈 好 首先我们重新再载回去 然后窗口啊 中文搜索引擎啊 没有了 因为是重载了一遍程序啊 我们起来 重新搜一遍 好 来试试我的程序 打开看一下 那这里这个就是一个messageboxw 无论是messageboxa 还是messageboxw 都是弹那个小消息框的 我们这里下个断点啊 你可以双击这个地方 可以按F2 可以右键切换断点 可以在上面 可以吗 好像不可以啊 右键 右键断点啊 这里切换啊 或者按快捷键 F2都可以啊 推荐大家是习惯用快捷键 因为这样快捷嘛 我们跑起来啊 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这个地方啊 这里这四个东西啊 它有个小框框框起来的啊 这是属于这个 我们的程序啊 在调用系统的这个 User32模块里面的 messageboxw的时候 它推的参数啊 如果你们去查msdn 可以发现 messagebox有四个参数啊 就是程序啊 你写程序时候 调用的时候 用了四个参数啊 像什么 HWND啊 这是它的内容 这是它的标题 这是它的按键格式啊 这么样推进来的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给搞掉 搞掉之后 记住 你不能单纯的把这个call给它变没 这个call就是调用过去的啊 你不可以把它变没 因为变没之后的话 这四个push下来的东西和后面 会造成程序崩溃的啊 你要带上它的所有的参数 带上它的调用 就是说 不光你要把调用干掉 还要把它所有的参数全部干掉 总共是四个 看到这里有四个 所以这边我们就选四个参数啊 网上找最近的四个push 然后再加上这个call本身右键啊 我们把它二进制 使用note填充 这里不用00填充啊 因为00填充的话 程序啊 在这里执行的时候 会把00误认为别的指令 而用note填充的话 就是用note指令填充 note这个指令 在英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就是它不过这个note指令 就什么都不干了 好 那我们把它复制到可执行文件 记得右键 复制到可执行文件选择部分 右键 保存文件 我们这里改成个三 好 插掉它 字眼画掉 我们开一下这个三 看一下 这是三啊 好 发现第一个弹窗没了 但是实际上里面还有两次这个弹网页 对吧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里面有两次弹网页 我们回忆一下它 跑一下 那这里的话 我把我上课时给的这三个 这三种类型的断点 全部下上啊 Ctrl-G Shell execute A Shell execute W 这个啊 然后Win EXEC FR下断点 我这里就操作快一点了 Create process A Create process W 好 然后我们把程序跑起来 发现断载了 Shell execute 这个地方的话 它这里其实原本是应该有参数的话 如果我们看原来的程序啊 但只是刚才我用C3RASM 本身在地上给填充为零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所有的参数都给了一个零 实际上这是有的啊 这是第一个 就是打开的时候 弹网页的那个部分 从这里 我们把这一串全都不掉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啊 就是啊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啊 一二三四五六 加个call 总共七个嘛 对吧 这七句全部弄不掉啊 右键弄不掉 也可以实现我们最开始的 就是那个啊 打开程序的那个网页的取消掉啊 然后我们先不用管它 先把它跑起来 然后哎呦啊 我这里选的是dump2 我们重新选dump3去 好 重新跑起来 share execute w 看一下我的那些锻炼 还在不在啊 都还在啊 这是第一个啊 不用管它 点一下c 然后我们稍稍等待20秒 好 停下来了啊 断下来了 在这个地方说 WinExec 它对执行了这样一套指令啊 这个很熟悉吧 Explore.exe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指令就是WinExec WinExec调用的这个指令 这个文本里面的东西 和Ctrl加R 和Win加R这里面调用的东西 它俩功能是一样的 我把它复制进来的话 跑一下 它也会给我打开网页 这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在 如果你看到360之内 它是会拦截 它提醒你有东西 要注入Explore.exe 来打开别的东西 然后它会拦截到这个啊 所以说这个啊 这是一处啊 那么这处怎么修理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对战的啊 这个窗口要对战窗口啊 第一条按下回车上来了 这里它推了两个参数 看到没有 我们就选两个 Win加R 右键 二进制Nope填充 然后复制一下 好 先把它保存出去 先不用管它啊 先看下一处 跑起来 好 又断下来了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 虽然是在暂停啊 但实际上我们的时间是过了的啊 那这边呢 有这么几个参数啊 这掉的Create Process Create Process的意思是创建进程啊 创建立条什么进程呢啊 就打开了一个什么程序呢 打开了IE这个程序 然后给IE传了个参数 叫这个东西 所以说IE就会打开那个网页了 那么这里就继续回去把它搞掉 它这条很长 是从这里下来 这些所有的它的参数啊 记住参数的个数和它Push的东西必须对应啊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弄不掉 好 然后把保存出去 改成DF4 我们拉近OD 跑起来再跑起来 好 第一个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在这边静等40秒 那这里时候我就说一下 有人可能不懂这些API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去具体看一下我的录像 上一次讲的录像 或者是说自己去MSDN查一下啊 然后 这是一种非常快捷的方法 利用这三个来快速定义 如果它还有其他地方谈谈网页的话啊 一会儿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工具 就是我在这里面讲的这个 给你看一下 ProcXP或者是API Monitoring 这两个工具啊 ProcXP这里是有下载的 这个链接是直接指向原本的链接 你们下载不用付费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 直接点就可以啊 然后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如果再等40秒的话 它应该也不会出现 现在 好 我们暂时先不用等它了啊 我先把它最好画掉 再把它给它拖到一边去 我们现在直接先看第二个程序 如果一直等下去的话 会比较烦人啊 我们直接看第二个程序啊 第二个程序 同样的当时我是讲课的时候 忘了把资源修复了 所以说会讲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 那现在我这个是资源修复过的版本 具体资源怎么修复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FixREC 把东西拖起来 直接修复一下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的东西 让我们过来看啊 这还没有断下来啊 这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边啊 我们把它插掉它 这个就是最终修改完的版本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有什么功能啊 打开一下看啊 首先它内置了一个啊 这个东西 然后同时它修改了一下我的主页啊 修改主页 我这里就不会给你们算了看一下吧 打开 工具 这个地方它改成了弯破解点CN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重新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主页改回去了 是吧 我们重新开一下AE啊 好 还是空白的 对吧 我们如果再开一遍这个程序的话 我们再打开AE看一遍啊 因为这里是 只改了一下AE的 改其他的也可以 只是比较麻烦 干什么又变成了弯碍破解 我把它 干掉啊 然后这个地方 它里边还有一个这个窗口 同时呢 它一会儿会在右下角弹一个小小小的 小小的小小的一个 呃 这个东西跟QQ的弹住窗口一样 这个和QQ的那个窗口 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啊 只是我把边框啊 什么都给它去掉了 所以现在比较恶心 有点像一些网吧里的那种 呃 显示而已 好 我们把它拉进 拉进来啊 那这里用到的几个API呢 我先暂时不说 呃 我们先搜索一下字符串啊 我就是广告 来把我干掉啊 这就是右下角那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啊 是 其实就是我们在调用了这个注册表的 呃 功能啊 打开了注册表 然后把这个呃 软件 微软 I1 主 里边的开始页和这个默认的开始页 全部改成了52proj.cn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双击一下过去 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 整整一个函数 看到没有 可以给你们拉过来一下 整整的一个函数全部都是这方面的对注册表的操作 就是整整的一个函数都是呃 改这个 嗯 改主页的啊 那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call给他nope过去 同时我们也可以啊 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return大法 r.e.t.n大法 再断手return掉 但是在断手return的话 你需要保证一点 你的return和他原本在断尾的return 必须一模一样 不然呢 会导致对战不平衡 具体的东西 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了 然后对战不平衡会导出什么错误呢 以后你们也会看到 我们把它复制出去 加个下杠1 好 这个改主页我们就干掉了 我们把它跑起来 好 程序运行起来了 我们这里看一下我们的IE 有一点卡 因为他用了一下 他核心调用了一下IE的核心 看一下主页啊 没有被改掉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 第一步算是成功了的啊 好 我们继续把我们刚才修改过的程序 看一下怎么样 把这个小窗口去掉啊 还有右下角这个东西啊 那右下角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窗口啊 我们先不用看它 我们先去改一下这个中间那个窗口 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是这个工具啊 没有注册的同学 可以在这边双击一下这个注册点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它提示未注册的话 我们在这边打开资源 选择我们的实力R档普 修改过的那个1 打开它之后 选择对话框 第一个对话框 这就是我们那里的 然后点这个AB这个编辑模式进入 好 这个地方 这个隐形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 啊 广告了 把这里的点 可视给它勾 勾悬掉 啊 勾悬掉之后呢 我们这边给它 啊 F8一下 或者是你不用管 你就直接保存 另存为啊 好 确定 把这个1改成2 好 把这个可视勾掉了 记住啊 让我们关掉它 让我们从事打开它 好 它已经不显示了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在访问那个网页啊 只是它不显示了而已 那我们如何让它不访问那个网页呢 同样拉进来 记得我们上节课怎么做的吧 啊 不是上节课的 刚才那个例子 找到WARPG.CN 对吧 啊 这个 啊 进来发现之后 它这边是调用了一下这个东西啊 我们找到这一句 Ctrl加C复制一下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地方 Ctrl加C过去 好 这里就找到了啊 这条啊 就是它访问的那个网页的地址 具体是不是这个地址 你可以去看一下 绝对是 保证是这个地址啊 复制到可执行文件 保存文件 这个2改成3 那么这个我们也过了 过掉了算是 对吧 好 它内部其实也不访问了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有 这个功能我们没有必要去啊 课程说明就让它留着嘛 然后就是就下架的那个窗口的东西了啊 这里推荐大家一个工具啊 就是我们刚才在课里面讲到的啊 Proc EXP 那我之前下载过了 打开文件夹 把Proc EXP打开 打开运行起来 好 这里啊 我们先把它点上去啊 我们这里拿这个东西 这个 就是这边的这个这个小东西啊 就是查找这个窗口属于是哪个进程的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 这个窗口啊 如果说我们背景有一个白色的话 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的啊 给你看一下啊 它有个黑边啊 拉过来照发现它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实力的 它这个窗口是属于我们这个实力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个实力里面去解决这个窗口 它并不是一个外部的程序啊 好 此时我们把我们的实力三 在啊 这个实力二里面的Dump3载入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下几个可用的断点啊 首先是Create Window E EX A-W 这是创建窗口的第一个可用的 第二个是这个呢 算了 就直接Dialog Box吧 你记这个就可以了 记Dialog Box 那我这个方式是用的Dialog Box 不是用的Create Window的方式啊 用Create Window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比较常见的东西 那我这个当时写的时候 为了方便就用了Dialog Box 就是这个 这个函数 嗯 但是在编程里面 其实是用的 只用Dialog Box就好了 后面这个都不用考虑的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下个断点 跑一下 同时我们再等待20秒 嗯 20秒之后呢 它就会慢慢 它就会自己弹出来了 啊 这个群里吹逼的人很多 啊 所以说每天晚上 我们都要关一下群 现在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我应该关一下群了 好 断下来了 发现啊 断下来了 从这里Dialog Box断下来了 我们从这里 还是照样回车返回 我们可以看它这里啊 整整这一个小函数 其实就是Dialog Box 我们还是有几种方法的 第一种方法 把这一堆拳给它弄不掉 第二种方法 把头部Return点 我推荐这种方法啊 保存文件 把这个3改成一个4 好 这样的话 它所有的都不显示了 而且也不会在内部访问 那个网页了 然后至于说 有人说这个 我们如果是 它没有用这几个API 就弹了窗口啊 怎么样的 我们这里推荐这个程序 Procmo啊 这也是微软官方出的啊 这两个程序都是微软官方出的 所以说他们很大牛很喜欢用这些程序啊 我这些东西该关的都关一下啊 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个Procmo啊 我们打开Procmo跑起来了 对吧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目标程序啊 我们选这里的是什么呢 Process Name 程序名是什么 显示一下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二颗实力2档布给它加进去 添加一下它 这里我之前添加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就可以把它这个删掉了啊 然后我们确定一下 然后这里 我们现在它会比较卡哦 然后我们这里再设置一下啊 算了 先不用设置了 先这样吧 直接跑起来它 哦哦不对不对 我设置的是打开的原程序是吧 我们从这边重新改一下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就对了啊 Add一下它 好 然后我们应用一下它 这些就是它刚才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把它清一下 好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这个程序重新 然后它一开始记录这个程序所有的操作 我们等一下啊 看一下它 它所有的操作 对于有耐心的同学呢 这个程序是一个分析的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注册表的给它去掉了 然后这个文件处理也可以不用管了 然后网络操作留一下啊 然后这是现成操作等等啊 我们现在只留了一个网络操作啊 我们把这个也勾上 然后现在差不多了啊 好我们把它关掉啊 然后我们拉到头 从这个头开始啊 首先我们知道它设置了一个52破解.cn 做了我们的主页 我们大概查一下 Ctrl加F可以进行搜索啊 这边搜索不到 可能是因为我 没有把这边打开的原因 这个再打开 好这里啊 你看啊 它是Rage Set Value啊 就是设置这个注册表的项目啊 它把我们的Start Page这个东西 设置成了52破解.cn 这就是我们改主页的那部分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可以用F3啊 F3进行下一个搜索啊 很方便的 如果说你有耐心的话 你可以一条再看看 因为这里边无关的实在太多了啊 把这全打开 Ctrl加F52破解.cn 拉到头上去 Ctrl加F52破解.cn 还是这几个啊 其实主要就是这几个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它怎么谈网页的 它怎么改主页的 从这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包括这边它掉了一些Flash的东西啊 这个都不用管它 然后就是这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啊 你正常使用的时候可以去用一下 然后其实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这边 这野课讲的东西其实很少 我现在也录了一会儿了 录了半个小时附近 差不多就能把东西讲完 然后讲一下这野课的作业 我是留了一个这个这个作业啊 非常简单的东西打开之后 等20秒它会弹个种各样的窗口 然后再等再再弹等等等等啊 所用的的所有的API都是我们在这节课的实力中讲解 实力讲解中用到的API 一毛一样的没有改过任何地方啊 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实战程序 其实这款啊 这款就是所谓的侠客密码什么什么工具啊 我也不大清楚了 这是我们在我们无碍的原创发布区啊 还有原创绿化 我查了一下最近的帖子啊 呃更多发帖时间 然后我从这里找到的这款程序啊 我们的GDGX DM大牛啊 它做的一个绿化 你们可以去试着改一下 这款程序绿化的地方有点多啊 有点烦人 但是很简单啊 大家可以无限暴力的改它 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呃 呃 关于作业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有一部分学员已经把作业全部交上去了啊 点赞点赞 然后前50名交作业的话会有 呃8CB的奖励 然后 差不多就这样吧 这个讲的内容如果有什么不快的 欢迎大家这个开帖子来问啊 然后包括这几个东西有什么不会的啊 像我当时上课的时候 讲了F12大法 Return大法和Nov大法 这里我只讲了一个Return大法和Nov大法啊 Return大法呢 就是在断手 就这一段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程序来开始的时候给它Return掉 Nov大法呢 就是啊 把这一段 把这一段它调用过去了 但是它参数全部Nov掉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对战平衡的 F12大法呢 就是啊 暂时先不用讲 以后的时候会有很多情况会用到它的啊 呃 然后 那讲了一下A和W的区别啊 你们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啊 就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大家这个啊 在WiPod也待得愉快 然后 呃 多多支持我们的视频 好 现在是两点钟 我也该睡觉了 那个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